在泰国在游学的过程当中 读硕士的过程当中 你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我在泰国那工作太多了 那个就是我有一个视频 视频不是很清晰 那你带来干嘛呢 不清晰 就是大概让现场 你在练我们的眼力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空口无频 如果我有视频为证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解说一下 你最好不要解说 你不解说我们还会认为这是真的 你要解说了 我们倒反而觉得 有点不属实 我们先看一下 好 你别说话 别说话 不要解读 我们看一下 想要解说 看 开心的新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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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你的视频以后 尼哥你真的是 能闻能武十条汉子 我在泰国 真的就是 我给他们什么都教 我得真的对 为我们国际汉语教师的 老师一定要证明 我们真的是 无所不能 无所不会 琴 棋 书 画 武术 跳舞 唱歌 教学样样都行 你真都会啊 所以我会 就那个扎马步 就很简单 我自己练了一套 就这么扎马步的时候 那就叫教武术啊 你是哪学的 我是在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这个网上是一个 少林寺的武术操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 我练了好久 我在教给学生 然后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 他就看上我这个操了 他就让我说 你教完汉语课的时候 你来我帮我教体育 我说好 这样 无所不能 对 我就是教他们 那个武术的时候 那些都是男生的班级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有一个学生 他用力到什么程度 他裤裆扯了 就是只是选修课 然后一节课 你就得让他们掌握会 而且学生都愿意 就是他学完很有成就感 他就愿意学 如果你教那些动作很难的 我也不会 也教不会学生 那我问你了 你现在回国了 你要在国内的学校里边 当老师 你做过调研没有 说国内的语文老师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有什么调整没有 我当时回国之后 我就是确实是 因为我边完成学习的时候 我也兼职了一份 就是高中语文这样的教学 挺吃力的 就说实话有点吃力 但是但是我自己 真的我就是兼职了15天 我真的是没有一天睡过好觉 就是每天都在熬夜 就还是感觉自己确实有不足 然后我就是假期 我现在也是自己就是 每天会做高考题这样子 就是提升自己